他已经从青少年的层面一直扩到一些中年 今年李总理的政府不工作报告里面提到电子经济 我们自己的预计在2020年 传球市场的官司就会达到5.9到6亿人的这个群体 中国电竞代表团争取到了英雄联盟 卢石传说 皇室战争 王者荣耀国际版四个项目的参赛名额 三个项目的中国选手在深圳开始了他们正式的赛前集训 最大的困难就是因为集训的时间特别少 中国国队 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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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还不算了吗 加油 大赏赞给到UCI 二命令 让我们恭喜中国队 中国队是冠军 金牌 中国队 获得2018 要加达注赶 我们弟子给表演项目 一场联盟 一场联盟的冠军是中国队 拿到王总耀国际版项目的总冠军 热军 大赏赞给大家 大赏赞给大家